在刚过去的2024年6月份 我的频道一共更新了12期Computex 2024相关的内容 并且几乎都是以日更的形式来更新 当然啦 这点更新量确实比不过隔壁更新了24期的绝王 我这点更新又算得上什么呢 不过对于一个小频道来说 能够做到连续12期日更 解决到部分都是单独专访的形式 这里要特别感谢众多品牌方的邀请与信任 特别是AMD 威星 瓦尔基里 索泰 全汉 科富 海盗船 九州风神 海运 以及德国新创公司Limplus的支持 谢谢爸爸们 坦白说一开始确实没想过会收到如此之多的邀约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值得开心的 但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毕竟那么多品牌的邀约 且每一个品牌都得做专题报道 确实有着不少的压力 但最终我们还是一一完成了 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小伙伴非常好奇 这一次台北国际电脑展示新的工作作业 特别是用来进行日更的剪辑电脑配置 于是这期节目算得上是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的工作花絮 同时也是整个台北展系列的完结篇 那这一次就来和各位好好分享我们6月份的奇妙之行吧 由于多了非常多的品牌方赞助 所以这一次的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我就带上了多两位伙伴一同前行 他们分别各自负责剪辑以及拍摄 也因为从原本我自己一味扩展到的三位 随行的摄影器材也获得了解放 而这一次是准备了两台相机进行双击拍摄作业 分别是索尼的A7S3以及ZV11 两款相机有着相同的传感器 使得双击作业的画面搭配会更加的一致性 此外我也带了DJI Pocket 3用于一些Vlog形式的拍摄 比如第三天我资格而贯展的时候 全程就是只用Pocket 3来拍摄的 来到镜头的部分则是选择了索尼的PG4-635 F4G 腾龙的2875 F2.8GE 以及索尼的70-200 F2.8G Master 当中唯独70-200 F2.8G Master 是在AMD发布会的时候才使用上场 其余的拍摄都是GV11搭配1635 A7S3搭配2875的组合 几乎不存在更换镜头的时候 而且两台相机的组合也都有各自的拍摄任务 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每一台相机在现场应该要拍些什么 例如GV11加1635就是用来拍摄整个掌位的广角视野 以及全产AERO都是由它来进行拍摄 而A7S3加2875基本就是拍摄镜物以及细节等的Vero 以及你们最爱看的小姐姐们 所以剪辑师最终在做剪辑的时候 只需将两台相机的素材整理在两份文件夹当中 加上大家都清楚前期拍摄的作业分配 即使剪辑师不在现场拍摄 也能够完全知道什么样的画面会通过什么相机来拍摄 因此也能够完全知道这些画面应该从哪里观看和选择 从而有效的提升剪辑效率 除了相机和镜头 其他的配件也很重要 这次就带了一套DJI的RX3 mini稳定器 用来常驻挂载更加轻便 同时对加也更好的GV11加1635F4G 而A7X3加2875F2.8GE则是常驻搭配一套碳纤维的独角架 可以让拍摄稳定性大幅提升的同时 也有着非常好的机重性 此外在特定拍摄场景我们也会使用三脚架 比如一对一的采访就是三脚架搭配GV11加1635 另外我们也带了两套补光灯 分别是神牛Gothos的LC500R mini棒灯 以及飞度小量100的便携式120W补光灯 神牛戴LC500R mini棒灯主要用于在展会里 拍摄一些产品细节时进行补光的用途 这也是帮助最大的要求这一套飞度小量 例如AMD发布会解析那期节目 由于是在酒店房间内进行后期讲解拍摄 酒店房间的光源实在是一言难尽 因此这个时候120W的补光灯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了 包括像是索泰和Lim Plus这两期的采访部分 都是用上了飞度100进行补光 以达到更好的画质效果 再来是收音 收音其实没有太复杂的工作流 就是目前主流的一拖二无线麦克风 这次主要使用的还是DJI Mac一代的一拖二无线麦克风 这部分还是和绝大多数主流媒体还是一样的 但这里我们要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 这可以大幅度提升你的音质效果和收音的稳定性 首先在整个拍摄过程 大家其实是能够留意的到 我的麦克风都会出现红色的灯 这是因为无线收音讯号还是会有一定的概率 会导致相机收音出现问题 我们还是会通过麦克风的机内录制来确保收音的稳定性 事实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 因为台北展展馆内一天多达2万人次 而且里头也会有非常多媒体使用无线麦克风设备 在我第三天拍摄VLOG的时候 相机录制到的声音就出现了这样断断续续的情况了 好在有麦克风机内录制避免了整个素材不可用的情况 而接下来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麦克风机内录制采用了48000Hz的24bit VF格式 不论是音质、底噪还是宽容度都会比相机录制的好很多 因此基本上我们还是会直接使用麦克风机内所录制的声音 方便我们后期进行二次降噪以及音质提升的工作 这是因为高音质和宽容度的VF格式显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发挥空间 而且其实这个降噪与音质的提升工作非常之简单 基本上我们是使用了Adobe Broadcast进行AI硬直修正 我们只需要将剪辑好的音频丢进里头进行处理 最终AI就会自动进行修正 包括降噪以及人生提亮等各种博客需求的修正 重点这是完全免费的 你只是要去注册Adobe的账户就可使用 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订阅了Adobe的软件 那么在免费的基础上 你还能够自定义的调整后期修音的幅度 而这里我就放出一段给各位做对比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来自这个MAG Qualicry i360白色版的水冷 可以看到整个的外形都是以白色为突出 然后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呢就是风扇呢 采用的就是这种串连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积木风扇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来自这个MAG Qualicry i360白色版的水冷 可以看到整个的外形都是以白色为突出 然后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呢就是风扇呢 采用的就是这种串连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积木风扇 最后我们在Premium Pro里添加一些音频处理 最终在视频里头的声音几乎是非常干净的 可以说完全听不到任何的杂音 除了以上这一些 为了避免设备出现问题 我们也会准备备用的相机 镜头以及无线麦克风等 确保阻力设备一旦出现问题 这些备用设备就能拍上用场 和各位介绍完拍摄与收音的设备和一些我们的巧思后 接下来就来和各位介绍 这一次制作整个台北斩系列视频的主力电脑了 而它就是完成绝大部分视频剪辑的机器 来自明发Mini Forum的Atom Max 7Ti 没错我们并非用笔记本电脑来制作台北斩的视频 而是用了这一台mini主机 我知道一定会有不少人有疑问 为何不用MacBook Pro 别急让我未有道来 目前想要在出差时进行剪辑 毫无疑问苹果的MacBook Pro 绝对是最理想的选择 而且我自己其实具有一台Mini Pro的MacBook Pro 16 但工作室的剪辑师没用过MacOS系统 基本上对于MacOS系统不是很熟悉 考虑到使用上的稳定与熟悉性 加上熟悉体验的时间有限 为了稳妥目前只能选择Windows平台 而常规的Windows平台呢 我手上也没有任何正在使用的高性能笔记本电脑 加上我本身也不是常做笔记本电脑的评测 别说白嫖了 哪怕去借一台回来都有点困难 我自己买回来也会因为实际使用它的频率会非常的少 为了台北展去专门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使用 完成的时候估计也会吃亏 加上马来西亚二手市场并非是很活跃的 二手卖出去的价格也会要涨一大劫 就在我不知道要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 我正好发现目前正处于Mini主机的热潮 不少品牌方都相继推出新款的Mini主机型号 那么如果使用Mini主机来制作这一系列的视频 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要是能够使用移动电源来供电 那基本就是移动Mini主机了 于是就在我不知廉耻的要求下 我联系上了明凡MiniSforum 告诉了他们我的想法 而明凡在得知我们打算这样整国之后 决定赞助我们这一套Atome X7 Type Mini主机 于是我们就 于是我们最终就敲定使用这台Mini主机 来作为整个台北展系列视频的后期工作主机 当然别小看这一台Atome X7 Type 是一个小小的Mini主机 里头可是搭载了目前Intel移动单最新的 Core Ultra 9185H处理器 采用6个性能和外加10个人小盒 合计16核心22线程 最高锐屏5.1G TDP为65W 在进行Cinebench R23跑分能够获得单合1883分 多合18322分 性能已经十分不错了 更重要的是 Core Ultra 9185H本身就拥有内置128个EU的 Intel R核显规格 而Intel R核显又支持422 10bit的 HEVC硬件加速编辑码 对于视频剪辑工作绝对是非常好的搭配 此外Atome X7 Type内部能够支持两个M.2固态硬盘 并且都是支持PCIe 4.0x4的 日后要扩展硬盘也有升级的空间 加上它的外置接口也非常丰富 一共给到了6个USB接口 其中就有两个是支持40G的USB4多功能接口 并且还给到了双5G有线网口 和最新的WiFi系无线网络 另外更特别的是 Atome X7 Type自带一个触摸显示屏 除了可以实时显示时间 以及目前主机内的硬件使用状况以外 还能够触摸进行性能模式的切换 到这里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我碰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自带的两个USB4接口是无法进行PD供电的 当然这一点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迷你主机本身不带电池 USB4接口就算给到PD供电功能也不实际 而且还会徒增额外的成本 但这就因为着我无法移动便携 以达到随处可用的情况了 不过这并不难到我 我最终搞了一个稍操作让这一台迷你主机实现了移动便携都可用的可能性 我的做法是购买了一条支持100瓦供电的DCU偏线 而是DC5525接口转于USB-C接口的 这样我就能够使用100瓦供电输出的充电宝 又或是摄影用的V口电池来给这一台迷你主机进行供电了 这看似很魔幻但操作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我也实际测试过了 性能虽然会有稍微的下滑 但差异幅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当然只是这样还不够 我也实际将这一整套系统带到星巴克去测试 还真的可以正常进行剪辑工作 这样就很不得了了 只是由于充电宝和V口电池的容量有限 加上没办法在使用阶段进行电池更换 因此这套玩法实则在紧要关头 却找不到供电插座的应急方案 正常情况下为了稳定性 还是使用自带的氮化夹供电器会更加的靠谱 最终就是这套系统在实际进行视频剪辑时的体验了 以AMD发布会解析的那一期视频为例 用Premium Pro剪辑4K60帧420bit的HEVC视频素材 实时全分辨率预染的体验还算非常流畅 而这还是在已经泡好颜色的情况下 即便是拖动时间条 整体的流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完全能够胜任剪辑工作的需求 但导出视频就有点尴尬了 还是以AMD发布会解析的那期视频为例 6分39秒的视频长度 导出渲染实际用时却要27分钟零五秒 这个导出时间虽然算不上特别慢 但也绝对撑不上很快 考虑到毕竟是个核显 它的性能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时回看这一套Idomate X7 Type Mini主机后 我又又又再搞多一个烧操作 民房的Idomate X7 Type Mini主机其实是提供了OCU0接口 能够外接一个PCIe 4.0层次带宽的设备 于是我从开源宇宙显卡屋那搞了这一套 基于OCU0接口连接的外置显卡屋EG01C 并且搭配了一张索泰的RTX4070 3S 显卡屋自带了550W的电源 带RTX4070绝对是绰绰有余的 而当然PCIe 4.0层次的带宽对于RTX4070来说 显然还是无法跑慢 但相比起雷电式接口的带宽已经差不多翻倍了 我也实际进行了3DMark Time Spy的测试 而对比起桌面端的Core i9-14900K 外加同一张RTX4070显卡 这张通过OCU0连接上Atomate X7 Type的RTX4070 它的图形性能分也仅落后4.4%左右 这点性能差完全是能够接受的 那么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外挂 就来看看最终的体验如何吧 对比同一个视频剪辑 实时剪辑的流畅度 其实和没接上外接显卡时 完全感受不到差异 流畅度是基本一致的 看来Intel和现在实时视频剪辑和回放的性能已经很足够了 但在视频导出这一块 外接了RTX4070的作用就出来了 同样的6分39秒视频 外接上了RTX4070后 只需要用时10分钟37秒 导出速度直接快了170% 实际的导出速度直接立竿见影 不过这样一来 在实时剪辑的时候也能完全舍弃外接显卡 等到所有剪辑完成需要进行渲染导出的时候 才介绍外接显卡加快视频的导出速度 这样的工作流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实际也是这样带到了台北展中进行实战 而你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台北展内容的视频 包括现在这一支 都是用这一套配置来完成的 最终的效率和参变速度 我想你们也看到了 这一台Atom Man X7 Ti的整体性能 绝对是能够胜任我们目前整个频道的视频剪辑需求 当然所谓的移动便携只是我们这一次整波的挑战 实际情况我们还是不推荐这样搞 有移动剪辑视频的需求 自然还是选择笔记本电脑乃至MacBook Pro是更加理想的 而这一次只是要通过这样的整波来和各位分享 现在的mini主机也是有着非常强劲的性能 能够胜任的工作和用途也完全不逊色于常规的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所以就别带着旧时代的观念来看待如今的mini主机性能了 而这一套Atom Man X7 Ti我们最终用起来确实非常舒服 整体的造型非常好看 体积也非常小巧 同时也给桌面腾出了更多的空间 而我们日后也会继续投入使用它 毕竟实话说它的性能确实还不错 我们也没道理不用 当然要再次感谢mini愿意配合我们的整活 赞助了这一套Atom Man X7 TiMini主机给我们 那么是时候给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的内容画上句号了 由衷感谢各大品牌方对于我和频道的支持与赞助 让我能够第一时间提供更多有关台北国际电脑展展会的内容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展会内容的视频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一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